字幕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 2019年5月21日 禮拜二的盤後解盤 同朋友 今天台股絕地大反攻 台股是長真的 還是長假的 我今天標題就是 繼華為事件後 台股等著醉雞 醉什麼雞 我們今天節目很精彩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榮耀華爾街 我是合格的證券以及期貨 酸分析師 郭總分析師 大家好 今天台股 漲的漲勢非常兇猛 這個大盤你看一下 漲66點會不會66大順 破底翻 技術線型我會說這是破底翻 舊技術線型來講的話 今天是不錯 可是舊技術線型 你要聽我講 可是你要記得 我先慢慢講 為什麼舊技術線型是不錯 來 我先 我話不要聽一半 來看一下 你看今天是什麼日子 520 今天520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521 製作人幫我糾正一下 來 你看一下 這是2016年 小英散熱的第一天 有沒有 520 隔天521 藏紅K 很像 很像 筆記ING 5月 不論是你說 sell in May and go away 就是5月要賣股走人 或者五窮六節七散掉 有時我甚至於我要比較喜歡跟他說法是說 5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月份 一定要筆記 一定要筆記ING好不好 我的邏輯看法 你會發現到跟很多分析師不太一樣 可是久了你會發現到 我的不太一樣 我的天賦 就是真的跟人家不太一樣 而且領先預告 我會說一直領先預告 為什麼 我說今天所有頭版新聞 花媽媽給我 今天所有頭版新聞 今天頭版新聞 你看到 Google拒絕晚來 重擊華為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我就跟人家 我就是不一樣 我的想法就跟人家不一樣 我是全台灣第一個 在華為被封鎖之前 被封鎖之前 領先預告 全台灣第一位分析師 剛好在前一天 幸好前一天有講 不然我就變成 我嘴巴說的時候話的分析師了 我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我節目就精彩 這也是為什麼點閱率那麼高 好不好 我節目唯一的缺點就是 你要忍受我工山時間 可是我真的很努力嘛 華為產照歐美 美歐大產 封鎖有沒有 美歐大產 那不就是我昨天說的 唯公關名鼎嗎 我說其實大家就是 合眾聯合嘛 合眾聯合 所以你現在看 尼亞產分析師 其實 我跟大家講 現在美國 還沒有把大決刀拿出來 今天我標題 我跟大家講 我標題是說 華為世界後 還等得最機 最什麼機 無人機 我先跟大家講 我先跟大家講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講清楚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舊技術分析來看 我說 你一定要把五月份記起來 這筆記 這是五月二十一號 有沒有 我這五月二零嘛 你看這個日期嘛 五月二零 這五月二三號 第一天噴出去 而且變成什麼 最低點喔 你看 變成最低點的 最奇章點 所以 如果今天不是華為世界 我會說今天技術線寫很漂亮 因為五月是一個轉折 這是五月 這小英三任第一天 那時候很多人覺得說 民進展是不是比較 民進展是不是比較不會拼經濟 有沒有 結果沒有 反正股市拉起來了 先跟大家講 讓你看一下喔 2008年 看2009年好了 2009年 2008年 520的時候 2008年 520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520 日期你看看清楚 你自己犯大喔 2008年520是誰的日子 馬總統 那時候 準備簽 ECFA 520從9300跌到3900 誇不誇張 半年時間 跌了5000多點 有沒有 最近跌500多點喔 你就快受不了了 跌5000多點 很多人是想要跳樓 我是說真的 好不好 我是要說真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到 好玩什麼 股市反而超無人家想像 藍軍那時候大家覺得 比較會 會怎麼樣 會做股票 結果反而5000點跌下去 綠軍大家覺得 比較不會做股票 結果520反而拉下去 2016年 好 結論有兩種 來第一個結論是 其實 不論是你要現在 政府要互盤的行情 或不互盤的行情 小英現在520以後 有沒有要互盤 因為他民調還是 稍微賴清德嘛 我覺得都互不了 還是 要看國際股市 這是結論 其實不是藍軍跟綠軍 我跟你結論 所以今天520 可是 可是5月份是個轉折月份 好 第二個結論是什麼 第二個結論是 有沒有 拜託一下 我要跟你講 有時候講藍軍 講綠軍 我是很客觀 很中立 桃園中立 那邊中立 有沒有 你看 你看我昨天 是不是講 郭台銘有機會代表國民黨 哇 好多人來跟我辯論 其實根本不需要跟我辯論 對不對 你只要看我到時候 預告有沒有對就好了 我是說他是 他是會取代韓國瑜 看起來 昨天有人說 哎呀那個聯合報的民調不準 今天蘋果日報的民調 你要說他不準嗎 其實不是他們不準 是我最準 他們 其實你看到 我看到趨勢以及未來 我在這邊網路的節目 我如魚得水啊 如魚得水 所以 你現在看你要怎樣分析師喔 那很多人跟我辯論 每天要花時間跟他比讚 同學 不愛看我節目 不想看我節目 你就不要看了 你要花時間來看這30分鐘 我的想法 要嫌 浪費你的人生 好不好 還有人中間跟我講金融股什麼東西 我一句話就給你打死了 巴菲特有叫你要金融股存股嗎 沒有 可是巴菲特叫你要怎麼樣 要買ETF 巴菲特有叫你要買ETF 那你不信我 你要不要信巴菲特 金融存股 像我那時候網路上跟你達人金融存股 請問你他們有沒有超過30歲 連30歲可能都沒有 現在很多達人啊 有沒有分析師資格 我不要去講誰或誰 因為其實 我要跟你講 我做好我自己就好 只是我要跟你講的是說 我看好股市的一些很多現象 當然你要 吹毛球時講 我們以前的某一個操作讓人家賠錢 那都可以 可是你這樣子放大來檢視 你根本 我講任何話都不用講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你記得一件事情 畢竟 我的點擊率那麼高 畢竟我的LINE粉絲人數那麼多 畢竟我半個演講座 投資朋友 動輒就六七百人 動輒六七百人 動輒六七百人 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就參考 你不信就不信 那就不要看我們節目 我真的不會怎麼樣 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 本來就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好不好 所以你現在看你要長分析師 所以我跟大家講 第一個一件事 昨天我說郭台銘會贏 很多人覺得我偏 偏藍的 不偏綠的 今天我講說小英 520反而我比較會長 難道你又說我偏綠嗎 看一下畫面 難道你說我偏綠嗎 2016年 小英上任第一天 我偏綠嗎 不是我偏的是正確的事情 你懂嗎 不論是說金融存股那些東西 那都有邏輯上的問題 你金融存股 你全部都存金融股 這樣對嗎 你完全沒有區幣風險 這是我跟大家講 如果你要存金融股 要存電子股 要存一堆股票 你為什麼不直接存台灣50就好 一天不最棒 好不好 而且它會自動幫你停損的一個風險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所以你想想看等一下 這是一個邏輯很重要 所以 舊技術現行 我會說今天要反彈了 好不好 舊技術現行 那 如果不是舊技術現行 如果不是舊技術現行 那台股的問題是什麼 台股問題是 第一個 台股長太多 台股真的長很多 我在強調一件事 我用昨天K7來看就好 韓國股市已經回到1月的高點 你自己看 這是1月 韓國股市已經回到1月的起漲點了 全世界除了台股跟美股以外 今天台股很強啊 費半昨天跌3% 還跌1% 你就不要今天費半還在跌 同學沒有 你看台股如果回到這邊 1月是在97 那 我今天特定等到快3點才錄影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就是等著喬 我就不相信台幣匯出的情況之下 今天還是外資在買 果然今天外資賣70億了 外資可以賣多少 外資還可以 把今年賣掉可以賣大概六七百億 如果他要大賣特賣 他還可以賣個2000億 想賣多少賣多少 我在講一件事情 全台灣我是第一個 跟你講3250億 那是課徵的 不是課假的 那時候在禮拜天的時候 一大堆粉絲 一大堆網友 來跟我們辯論 結果最後看到我是對的 全台灣我是第一個 跟你講華為世界是對的 結果今天所有頭版 這幾天頭版都要跟你講華為 你想想看你要怎樣分析師 我有時候看得很遠 我有時候看得很遠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台股最大的風險是什麼 第一個漲太多 第二個 散戶太想強反彈 很多大戶太想強反彈 這對嗎 不對 今天散戶指數彈起來 彈太快了 彈太快了 今天等你的外資又賣 期限臥東賣 外資在這邊期限臥東賣的話 你還是要小心 台幣現在扁到31.4嘛 他要扁可以扁到32 33都可以 你不要輕舉萬動 你不要輕舉萬動 我再講一件事 只要華為再繼續給他剋下去 這個台股還是會崩盤 我再講一件事 你要把我口頭上記起來 川普不讓 習主席不讓 台股整個崩 今天為什麼漲 因為今天最重要原因就是 你知我知 很多人知道 今天 華為世界延後90天 可是延後90天那是你自我解讀 延後90天很多人會覺得說 關稅延後90天嘛 好不好 關稅延後90天 而是說在海上飄的90天以內 慢慢飄 飄到美國去都沒關係 才飄到90天內 都可以課10% 不是扣25% 給你90天的緩衝期 華為世界也給你90天的緩衝期 為什麼 你如果你是5月16日開始 5月17日開始進 你5月16日開始跟他簽約的 你來你怎麼辦 你有時候要慢慢出貨啊 你會變成毀約的風險 我這樣講好了 今天不論是川普要打真的 還是要打假的 你結論要記起來 他說一定要沿著90天 如果打假的就代表說 我希望跟你談判 那打假的嘛 那他本來就會沿90天 如果打真的 我就是要讓你中國 毀滅 我跟你講 他還是得要這90天 不管是什麼 不能變成美國的企業 毀約了 我現在即刻出 即刻我就不能怎麼樣 我即刻我就 我就不能出貨了 我明明5月17號禁止了 我5月16號我就簽約了 那怎麼辦 你賠這些錢 我是不是可以跟美國政府要求國賠 可以啊 我美國企業造成損失啊 所以你一定 所以你不論是打真的或打假的 你一定要給人家一個緩衝期 你邏輯要對 所以打真的打假的 其實本來就90天一定會緩衝 要延長 那你90天慢慢出貨 趕快出貨 可是你既然因為這90天要漲 這邏輯對不對 不對 因為我說過打真的或打假的 都要延長90天 那你要看怎麼樣 看一個人觀其言踢行 什麼意思 就像如果你看我股票 你會發現到我比較喜歡講大型股 有些人會說 顧老師怎麼去辨別 老師會不會去跟主力出貨 我先跟大家講 我不針對任何單一老師 因為同業太多看我的節目 我跟很多老師都不錯 我先跟大家講 怎麼辨別 第一個你看股票 看成交量大不大 成交市值大不大 你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成交金額動輒幾十億了 分析師根本就不用跟配合主力說 主力出貨 主力要出貨自己出就可以了 那是種成交要很小的股票 你懂意思嗎 成交要很小的股票 然後老師又一直不希望你出掉 那可能就一點點風險 而且常常發現這種情況 所以我比較喜歡講大型股 就是這個原因 好不好 因為我喜歡你從我的行為 來觀察我所一切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好不好 先跟大家講 我節目好玩 你會學到很多東西 那有時候我講話比較臭屁一點 那是同業的 或者是不是同業的 你聽聽就好 那沒關係 反正我就在這個原地發揮我的想法 就像昨天 有玩友嗎 有玩友很好玩 顧老師你不要再下一局攻了啦 你是說你講話下一局攻 你中士下台一局攻 你之前頭顧也下台一局攻 我說照你這個想法 好像我在說謊話一樣 這邏輯對嗎 我離開了頭顧 離開了中士 第一個我離開頭顧 事實上其實至少8到10家 頭顧在找我 各位同朋友你知道嗎 你相信嗎 不用你相不相信 你看點閱率就知道 非常少數的人點閱率可以贏我 應該說屈指可數 可能兩根手指頭數得完 全市場一兩百位分析師 數人幾百位 你覺得會有多少就來找我 所以去講那個都沒有意思 很多人說我做得不好 那都沒有意思 那個都是 你根本就是反射性的 我覺得生命不要浪費時間 應該浪費時間 美好事務上我不去講這些東西 性則何性 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反正我做好自己的事情 來我要講就是說 今天很簡單 是打真的打假的 今天節目很精彩 打真的打假的 不論打真的打假的 都要延後90天嗎 對不對 你要看接下來的動作 來 接下來動作會讓台股追跡 追什麼跡 無人跡 今天美國好像商務部 還是國家安全 國土安全部 宣告大江無人跡 大江無人跡 你們有沒有看到 之前那個 然後大陸一個女明星啊 沾什麼的 演那個臥虎蠢的女明星 沾什麼 製作人 沾什麼 你們 你們也不知道 沒關係 剛好代購 因為現在製作人都很年輕 沾子儀是不是 對沾子儀 沾子儀 沾子儀那時候被人家求婚 無人跡 上面放什麼 有一個盆子上面放什麼 放了一個撞接 多浪漫 有錢人的浪漫 我跟大家講 有錢真好 就像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國台銘 民調這麼高 超無你想像 你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嗎 我跟他講一句話 因為有錢真好 有錢就可以找很多的 得利助手 但是他還有一個過程 他那麼有錢 代表他夠聰明 看他講話的過程 就知道其實 我認為國台銘 有比想像中聰明 我講的是事實 你不想聽就算了 好不好 我這件事 某方面 我還算欣賞國台銘 可是不代表我會投他 好不好 我真的還沒確定 我先跟大家講 要馬子事情 好 這是有錢人的浪漫 那大江無人機 今天 不論打真的他講的都要延後90天 可是他現在開始要打大江無人機了 你慘了 那代表什麼意思 川普從頭到尾就打真的 他本來就打真的 那動機呢 動機就是我講的嘛 一個人做任何一件事 一個人去說個謊 他都有他的動機 你懂不懂意思 就像我跟你講說 我不屑我也不需要去跟誰配或出貨 為什麼 我問一件事情 如果一個分析師 可以預測到144點有壓力 郭台銘可以選總統 然後郭台銘可能 代表藍軍 贏了韓國瑜 然後台股一開始跌的時候 跌破10897 跌100點的時候 跌得又急又快 然後華為可能會率先被攻擊 他有這個天賦去做這個事情 他何必去賺那一種 暗髒的錢 去跟他出貨 你懂嗎 所以我能預告在前面 是我認為 我可以做清白的最好證明 所以什麼事情都是有邏輯跟原因的 好那川普的動機是什麼 川普的動機 就是我講的 你一定要了解一個人為什麼有動機 我的點心是 Fox News是支持川普的 結果他做民調居然輸21% 雖然他是選舉人制度 可是那時候希拉蕊跟川普的民調 沒有差那麼多喔 希拉蕊贏川普的民調 到時候那個得票率 贏2%贏2% 結果還輸 因為他們是選舉人制度 你贏者全拿 我這一週我有幾個選舉人票 幾十票全部都拿了 我只要贏一週就好了 你不懂沒關係 假設NBA七戰四勝制 好不好 好 七戰四勝制 好我有一場喔 贏了50分 另外 四場喔 都輸5分 總得分我贏啊 可是你還是輸了你懂不懂 因為你輸了四場 七戰四勝制 你懂嗎 所以川普就這樣子 那時候 選舉人制度 然後怎麼樣 選舉人制度 得票率輸希拉蕊 2% 可是他贏了關鍵週 所以贏者全拿 可是你去看一下 人家贏2%而已 現在贏多少 數學會吧 49-38 平均大概 平均Average 贏了8% 那拜登 就是跟中國好 那拜登的兒子 事實上好像 從中國那邊 有獲得一些好處 那是不是合法 我不知道 我也不去評論 可是代表的是 拜登是向著中國了 那川普一定要把中國 惡魔化 這才是動機 在去年的時候 我認為川普會 想要跟習主席和好 的確是啊 可是你會發現到他現在不一樣了 那習主席現在也不願推爛了 因為他發現你就是幫我妖魔化 我怎麼咽下這口氣 所以昨天跟什麼 劉鶴 他誰都不帶 就帶劉鶴 我說中央官委 中央官委 他如果帶別人就算了 帶李克強就算了 帶劉鶴 而劉鶴是談判的嗎 去看稀土的工廠 全世界80%是中國出口的 稀土一沒有 我跟妳講 電子鈴組件通通不用做了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代表是不是要抵制 兩邊打過來打過去的 你打華為 我現在用稀土 然後什麼 我在打無人機 中國要出什麼政策 可是我跟大家講 我論稀土打這個是不治的 我覺得不會打 為什麼 打了也沒用 這個技術沒有很難 只是中國不想 美國不想生產而已 說實話 我要講事實 我都很客觀 美國不想用而已 而且美國現在要跟澳洲簽約 所以打了也沒用 我要跟大家講 無人機就算了 如果要一件事情 我跟妳講 雅谷會等著崩盤 我覺得美國還沒有出大絕招 大絕招什麼 抵制香港 抵制香港 那就慘了 做知己要 再跟大家講 如果哪一天 我跟妳講這個事情 最好不要讓烏鴉嘴出現 讓烏鴉嘴出現 如果抵制香港 台股 鐵定會再跌500點以上 1000點也可以 好不好 我是跟妳講 抵制香港資金或外流 你看 你看香港股市 可能一天就可以跌個5到10%了 沒跟你誇張 所以台股跌個500點很正常 一天可以跌到3% 一定可以 抵制香港 就是 因為現在很多貿易 或很多洗錢是在香港 那如果你不承認香港 一個獨立的地位 那就慘了 但我烏鴉嘴 因為最近我常講常對 我跟妳講 我覺得這個機率不高 因為這個是大絕招 我跟大家講 可是有可能 如果要打下去的話 好不好 我跟大家講 所以這是絕招之一 絕招之二 很多人可能會把它記起來 所以杰倫 你不要因為今天華為延90天 就很開心 然後去追股票 所以代表那個邏輯訓練 你還不夠好 因為我說過不論打真的還假的 都是要怎麼樣 都是要延後 不然你打真的 你不延後的話 延90天的話 你平常的合約 你會賠錢 那賠不完 所以你不應該用這個邏輯思考 所以你要看接下來下一步 那無人機怎麼辦 無人機會很多股票跌 我想3034連勇也是無人機 你看今天先跌 所以其實有些敏感的 就我所知道 今天有一些財經新聞 還是沒有講到無人機 好像有一些財經媒體 還是沒講到 可是它 還是有受到影響 那3324 雙虹沒受到影響 可是雙虹也是 無人機概念股 你一定要注意一下 所以那個明年開始可能會受影響 好不好 這我跟大家講的 好 所以我一直講說 這個 那個 無人機概念股 如果明天無人機概念股不行 那你要去看影響 我會跟大家講 無人機概念股 對台股的市值影響不多 不像華為那麼多 華為在那個 在那個 要誰 大力光 3008 營收20%以上 今天也拉 拉得對嗎 我覺得不對 我覺得華為勢必要 可能被封殺 這件事情是 我取言點是 沒辦法 因為川普要選舉 來畫面給我 川普要選舉 去年之前川普要選舉 最好的策略是 我叫 中國簽約 然後我好說嘴說 我的貿易政策是對的 我減少貿易利差了 去年川普的選舉政策是這樣子 今年川普選舉政策是 你最好給我簽約 你不可以簽約也沒關係 我可以抹紅你跟拜登 所以他才說簽也好 不簽也好 所以他姿態很高 可是他姿態很高 注定了 習主席不願意跟他談 所以這才是邏輯上的重點 我說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所以你要看我的節目 你會覺得 訓練邏輯很精彩 很精彩 那文貌也是5G概念股 跌啊 好不好 我說過200塊 我就說過 你這邊要設一個 至少停損停利 一半以上的一個點位 這就講過 那台股最強是什麼 是我今年送的核泰車來創新高 我今年只送一檔股票 這件事 我今年只送一檔股票 核泰車 所以你每天要 所以你畫面要給我 你要叫我LINE 因為我心血來潮 我要送股票 我問你加LINE 一樣 你昨天 有幾十個人問我 為什麼沒有報名 因為禮拜六 經濟日報找我 邀請我 然後辦演講 還頭版新聞 頭版喔 如果今天第一天認識我 你就會胡扯 你會去自己搜尋新聞 還是我找一下 算了 不找不找 看昨天節目就好 昨天節目也有啦 反正我點閱那麼高 這麼大的片 好 很多人如果看我影片 你來不及 加我的演講 免費的講座 為什麼 因為我只有把網址貼在我LINE裡面 所以你一定要加我LINE 你懂嗎 很多的文章 很多送股票 你一定要加我LINE 所以小老鼠S178你加 不加你會後悔 好不好 我跟大家 那很多的線型 你一定要訂閱頻道 來 你不訂閱頻道 你這個線型怎麼看得出來 核泰車線型漂亮 漂亮 朋友 漂亮啊 核泰車線型漂亮啊 我在這邊送的 漂亮啊 今年只送這一檔 可是我跟你講 我認為6月10號之前要全部除掉 這前兩件事 該有的利多 OTIS改版 RAV4 RAV4 這些新車改版 都已經反映出來了 4、5月訂單會到高峰 所以這個我都跟你講 6月10號之前 你自己找點位 可是你看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把我LINE加起來 你才能 哪一天我送資料 哪一天我私信封送了資料 你一定要加我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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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要訂閱我的頻道 你懂我意思吧 我一切一切 我今天要預告在前面 那你明天一定要看一下 像我講的盛群 來 6202盛群 這些股票 無人機概念股 3034 連勇 3324 酸紅 尤其酸紅 因為今天講 明天來吃多 那代表無人機概念股有在用 有在受影響 那如果明天頭版 又是無人機概念股 那代表是 可能有些公商經濟的 真的 記者很多認識我 看我節目或參考 或者英雄所見戀童 但我本來就認識他們很多位 那我跟你講 可能英雄所見戀童 那最後我要跟大家講 我說除了大絕招抵制香港 這個是大絕招 這個一定是會崩盤的 那個希望不要發生 目前為止 機率不大 可是 有這個傾向 那近期而言 你要看是不是 美國會去攻擊伊朗 那這會造成 美國股市崩盤 台股的神功護體 只是因為美國股市夠強 等到美國股市不強的時候 也會崩 可是實際上外資都落跑了 我也不懂為什麼 那麼多人想要拉 那麼多人想要 想要旗線或外資在做空 我跟大家講 不要開玩笑了好不好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來 今天中國也不爛 為什麼 我說習主席不爛 川普不爛 習主席不爛 台股整個崩 今天是有點美麗的錯誤 是大家以為川普要爛 看起來沒有要爛 因為無人機要抵制了 那習主席爛不爛 不爛啊 我說最近大家知道嗎 中國媒體都在看一些什麼 抵抗美國 援助北韓的一個故事 的一些相關電影 你去想一下會爛嗎 還去昨天看西土 昨天貿易戰 還有一個貿易戰之歌 你知道嗎 我聽很多分析師 我會強調 聽很多分析師講 半年之前 兩個月之前 你講貿易戰 你會被封殺 你會講貿易摩擦 怕刺激美國 現在可以講貿易戰 還可以公然的講貿易戰之歌 還可以改編歌曲 所以 這是一個 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什麼恐怖一件事 中國也要來印的 對共產黨而言 他可能會影響到政權的時候 他就來印了 他覺得川普你要來真的 你也來真的 我就跟你來真的 所以這個會打很久 你也不要覺得打近期 所以這個 可能你反彈 都是逃命波 為什麼打很久 我講一件事情 我是美國人 我管不管你 我漲價漲價 說漲價也不會這麼快漲價 可是我是美國人 我今天譬如說要去看個博物館 如果美國政府關門 我看個博物館都不行 你會不會整個心情不好 我是政府官員 我領不到薪水 你會不會心情不好 會 會直接影響到民調 他民調那個時候 最低的時候 就是政府關門的時候 他都敢硬幹 他都敢硬做 做了五十幾天 讓政府關門 那現在呢 其實 中國 抵制中國 民調 沒有什麼受影響 前陣子才創新高 這次都拉回了 可是至少還是在高檔 那他會想做得比想當中久 關門那可以關五十幾天 來印的 跟中國來印的 怎麼可能不會超過五十幾天 除非他民調大幅度的減少 或者美國股市大幅度的崩盤 這才是我的結論 所以很多股票 你不要去問我哪些股票 我會跟你建議就是 你股票至少要出清 75%以上 然後做一些空 郁軍官 我就說空嘛 那我也說不用大力空 因為郁軍官有主力 這跟大家講 有些有主力的 穿紅人主力 你空也不要空大力 我不希望你去受影響 像這種反而比較沒有多主力的 這種股票反而容易跌 有時候股票很好玩 基本面還比較好一點 真正頂位在空 我們那時候空了一百塊左右 那獲利都還滿豐富的 這個我都跟大家提前講在前面 那做空只能做空 空也不用太用力空 因為台灣做空很不公平 因為還要出全席 還有股東會 而且出全席 可能要出個三四次以上 那現今 現今為上 好不好 那這邊可能 還是個逃命波 我也希望 打我臉啊 我錯了 可是我覺得 或許不是如此 因為今天又抵制無人機了 然後還有宜蘭戰爭 而且我說五月份 是個轉折月份 好 你說五二一剛好拉起來 可是你去問一件事 這不是大盤 我說五二 我說2016年五二一剛好拉起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你覺得台股有機會突破11097嗎 你覺得有可能這樣直接拉嗎 不可能啊 除非明天 他們兩個通電話 然後簽約 通電話 其實我川普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喔 對 強調重點 川普要通電話找到通電話 他們兩個是有熱線的 去年川普 習主席受不了 直接通電話給川普耶 說說 去年川普受不了 直接通電話給習主席耶 今天為什麼不要 他前陣子才說要通電話耶 沒通啊 是不是 其實川普真的也不想談了 去想一件事情 所以這個是這個東西 但如果真的通電話 他還會拉一下 還會拉一下 可是問題是尷尬 現在是連通也不通喔 所以我把所有情節都跟你講 會不會通電話 然後華為這個世界 看起來目前是還要先打針的 因為有無人機事件 然後還有大絕招 抵制香港 然後中國有稀土的策略 然後現在很多人 官方媒體 在慫恿著要打貿易戰 這些香港 還有大絕招 還有香港的世界 還有伊朗的戰爭 這些擴大化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危機重重 所以今天節目很精彩 這邊還是現今為上 現今至上 那不論對話說 我一切一切 預告到前面 記得喔 節目影片按讚了 昨天才800個人 一萬多人按800個人按讚 我跟大家講 你不按讚 哪天我少講的 大家彼此都有損失 好不好 所以記得 要加我LINE 以後我送什麼股票 要加我LINE 然後跟大家講 演講不要再報啦 滿了啦 滿了 也建議不要去現場 我怕你擠不進去了 好不好 滿了 我沒跟你誇張 300人產地已經600人報名了 滿了滿了 好不好 下次請找 沒辦法 我們就是還算有魅力 所以以後有那種最新資訊 你一定要加我LINE 小小鎖S178 然後在手機YouTube的一個APP裡面 搜尋郭中分機師 郭中分機師以後 找這幾天的影片 這邊有訂閱 下面有一個一模一樣的訂閱 按了以後訂閱 再加小鈴鐺 就兩撇了 那我們今天節目很精彩 這邊 台股會不會 最機呢 感覺答案已經出來了 不論對或錯 我們一切的一切 遇到他前面 謝謝各位